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了 你要提拔我 我知道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是 次战的 公司这一块对这个岗位进行一个调剂 你来的公司已经有几年了 目前这个岗位希望有一个更合适的人来单论此岗位 所以这块希望你有一个其他的打算 就离开咱们这个单位 对 就这么多年来有些话我该说我得说了 这个单位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了 兢兢业业对不对 早上来以后所有的地都是我擦的 你办公室上的水都是我放的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就这么着吧 你们给我结账吧 我们会按照 严格的按照劳动法来处理 遇到过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吗 应该没有 因为员工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大概心里都会彼此之间 会有一个运作的一个时间会给他们 所以他自己心里一般会有这个打算的 这种素养我还是挺喜欢的 二小先生您好 您好 我看这位女嘉宾挺有气质 而且性格非常好 她是在辞退我的时候你看出来的气质吧 有领导才能 一号男嘉宾您好 您说 我出来见见这位女士好不好 你想见一下这位女士 对 看你穿得很漂亮 会不会走模特步 我在大学的时候 参加过南昌市的一个比赛 可能有二十多年都没有走过了 因为今天你一定能走好呢 是因为你有一个好搭档 就是刚才被你辞了的那一位 好 在他离开现场之前 还要站好最后一班杆 王老师 我刚辞退了 你现在我邀请你 身材表 性格很好 个子高 然后走台步 有气质 李王老师 您走这模特步走得怎么样啊 我这个是按照就国际标准男士的步子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别伤心 你想想啊 你不在我们这工作了 你还可以去按照国际标准去练模特步 要不我就把你一起添下去 突然觉得王老师离被辞退那天不远了呀 感觉很适应这样的过程啊 那我们就这个节目不录了 就直接走吧 我看 我要站好最后一班的 没事 你辞退这边 我那边企业 我接受你 下家已经找到了 你们公司还招六十岁以上的呀 做我的助理班 学姐你们的性格挺好 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啊 现在在人力资源做总监 因为我在一直在职场上 我是九六年离开国区 当时我就来了北京 工作也不要了 待了六年 当时是在一家德国企业 做一个小文员这样子 后来觉得北京太冷了 深圳可以天天穿裙子 而且我又觉得有点臭美 后来我就直接就打张机票 拿个心理箱就直接去深圳了 在深圳待了多久啊 在深圳待了六年 又待了六年 对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啊 现在在南昌 又回到南昌了 有一种女强人的一种感觉 我想了解一下您的婚姻情况 怎么回事啊 因为当时是这样的 父亲这一块 他就是他们来安排的 是我父亲的朋友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半年就结婚了 就没有谈恋爱的感觉 其实根本就没好好谈恋爱 没有 所以我这一辈子觉得最遗憾的 我就是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 实际上我是真正的爱情 还没有长述 都是很受痛苦 你之前没有过自己喜欢的人吗 好像那时候就是很乖的 我就是那种特别乖的人 当时我结完婚以后 三天就回门 回娘家的是吧 我回来了就没再走了 就住着在自己家里面 那也就是说 你回来之后觉得自己很委屈 对 那你们有孩子吗 有 后来有一个女儿 生完女儿就两三岁吧 我就来北京了 那可是当时还没有离婚是吧 对 那你来北京不想孩子吗 想啊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在家的那种感觉 就会更憋屈 就是没有感情基础 就大家彼此都觉得冷冷的 对 从来我们没吵过架 就是分开的时候也没吵过架 女人这种遭遇多不幸 这一生过去了 如果按照我的话 我不大会去北漂 还是顾家 安安稳稳 好像就自从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它应该是带着遗憾 走过了自己的半生 对 带着渴望 一直在期待着一种 理想中的那种感情 可能这种期待 很久以前就设定好了 所以说往往是这个设定的太好 太早 就容易给自己进入一种 不知所措 无法决定的这样一种状态 真的是一位值得让人心疼的人 谢谢 所以接下来就要问一下一号二号男嘉宾哪位愿意出场 建议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请按灯 我出来见一见这位女士 好不好 我看这位女嘉宾很有气质 而且性格非常好 一号先生一直在积极按灯 二号先生刚才不是您也觉得不错 怎么不按灯了呀 我祝福一号男嘉宾 也祝福一号女嘉宾 他们俩非常大 他们俩无论从形象外表 个人的财意非常大 我祝福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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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